上一集Yoyo和David跟大家介紹過行山裝備 今集繼續有走過六天的時間 約十分鐘已經足夠了 上一集Yoyo和David跟大家介紹過行山裝備 今集繼續有走過六天的時間 約十分鐘已經足夠了 上一集Yoyo和David跟大家介紹過行山裝備 今集繼續有走過六天的時間 十五座高山的爬球示範熱身 David還教大家上山前幫狗仔檢查指甲 可能少些行山的狗仔 指甲會不斷增生 當牠頭幾次行山的時候 很容易有犯甲的情況出現 如果少行的話 盡量去檢查員或收剪員 便會弄傷牠的手指 上到山要注意的就更多 例如要多加留意對狗仔有害的植物 而爬球行山便最愛吃草 Yoyo見到便會檢查植物 看看植物有沒有執液 如果有執液或聞到強烈味道 代表植物可能大有毒性 便要阻止狗狗進食 下一集他們會和大家分享 選擇行山路線要注意些什麼 在山上遇到陌生狗狗 又應該怎麼應對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